903 廣播劇 歐陽志強 剛剛在公司看租盤 被路過見到的 Peter 嚇了我一跳 又說變態佬又說凶宅 又說上網的圖是撿出來 搞到最後沒有一間看得對 Peter 說他有個朋友在這區做地產 叫我真人下去讓他帶我看 也對 租樓又不是淘寶 無論如何都要親身上去試一次 第119集 Price Tag 麻煩 剛剛Peter 打來說有個朋友 是呀是呀 打來了 Peter 哥 你想剃房子嗎 沒問題 交給我為你推介 謝謝你 不用客氣 對了 怎麼稱呼你 我姓歐的 歐小姐 我是Banny 你好 我來把握時間 替你看完現在最適合入手的樓 不好意思 我不是買的 我想看租盤 不要緊 租和買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幫到你 謝謝你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上次 那個agent 一聽到我說是租不是買 馬上就欺負我面 那怎麼行 今時今日 還有這樣的服務態度 沒有華仔 見到一定被他罵死都行 真是好過分 歐小姐 你想租哪一類型呢 官月 對不對 好正 官月 那個位置很奇怪 不奇怪 樓下又有小巴去到地鐵站 那裡起碼要一萬多元租 那最小的單位都要 一個人住 是啊 要一萬多 那先看看 一萬七 對不對 真的很舒服 一萬七 是啊 有沒有再便宜一點 再便宜一點 先看看 有 有 特幅呢 一萬五元 比官月大 很好用 如果 再便宜一點 啊 再便宜一點 剛剛那個agent問的這一句 很明顯就開始有點嫌棄我 其實 我自己都知道自己要求是有點難的 又要不要太殘 又要方便 又要沒鬼 又要舒服 但事實是 如果有齊了上面的條件 又怎麼會便宜呢 其實 這個agent已經好過我上次見的那個了 至少他不是一聽到我說租樓就黑面了 其實現在香港人都住不起香港樓的時候 現在香港樓 是甚麼 是有錢人的身材工具 還是 上面的人一箱箱現金拿來買的玩具 其實 我對住屋的要求都不是很高 但是為何在香港說這些要求出來 會變得很大想頭的呢 好 歐小姐 得寶就會更便宜 我剛好約了客氣體樓 不如你也一起來看看 我 來吧 我公司車載你很快 那 好吧 真的不好意思 抱歉 陳先生 遲了一點點 沒有沒有沒有 是我坐著 那好吧 我們上去看看 這位小姐也想去看看這個單位 是呀 很多人想看 這個單位肯定是個飽 對對對 那我們上去 上去 你看看 這個單位夠大 開槍之後 把風扇都不用開 哇 這個就是你們公司 誠意推薦的單位 對對對 是啊 是啊 同區最好 最實就是這個單位 不是吧 有病啊 你 我又說過 有實惠的嗎 我又舒服 你看不像我 不是不是不是 陳先生 聽我說 OK Coconut Man Moonheads And Pea You Ready 正當Agent想解釋自己 為何會帶他過來的時候 陳先生在他褲袋 拿了整疊對摺了 起碼有4cm厚的一千元出來 Agent和我完全反應不到 站在那裡 陳先生看到我們呆了 還想拆起來 Agent馬上按住他 哎呀 陳先生 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Sorry 我搞錯了 我現在帶你去看全區最好的觀月台 講笑像樣的嘛 真的不好意思歐小姐 我想要再約日子和你 不要緊 我再有需要才找你 那你會不會去附近 我載你去 不用了 你快回去照顧他 他像那些四萬元都很租的人 那真的謝謝你歐小姐 這次真不好意思 拜拜 下次再見 無論上網看盤還是現實看盤 我想我都改變不了 我沒有能力負擔這個現實 另一個現實是 香港的服務性行業 會提供好服務給有錢人 沒有錢 自己服務自己 不要緊 到底香港的樓 是否給香港人買的 應該是問 香港還有些甚麼是香港人的 如果你想到的話 就上來我的 Facebook Page 歐陽寧庫歐陽告訴我